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请您动动手指 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一 进门见臂刀 我们这里说的臂刀叫做内臂刀 也就是一开大门就有一堵墙垂直着冲射过来 如果墙面很大则影响很大 内臂刀的主要影响在于家人的身体健康 建议宅主靠着这个面墙上打一个顶天立地的柜子 让整个臂刀错开大门为家 二 进门见阳台 某些家宅没有设置玄关 大门经过客厅直通阳台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穿堂煞 穿堂煞的影响在于使屋宅无法藏风聚气 财气一散 难以聚财 这是直接违反风水大原则的情况 宅主往往存不住钱 赶到财来财去 建议宅主在穿堂中间的位置设立矮柜或者植物阻挡穿堂而过的气场 也可设置落门窗或者屏风以及设置玄关来阻挡财气直通阳台 三 进门见厕所 卫生间是人们清理会晤的地方 整个家居中就属卫生间的财气最重 因此 若是进门直接建到卫生间的话 晦气会进入人体内 对人的健康有害无力 这种情况在洋宅工艺中是非常常见的 进门见到厕所直接会被晦气所臭 所以通常这种卫生间都是暗卫 且往往容易使卫生间落入中宫 所以在选择护行时 尽量避免选择这种开门见厕所的屋宅 如果选到了 则一进门处就要进行阻隔 而卫生间的门也要长臂 四 进门见炉灶 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属于火旺之地 通常进门不适合建厨房 因为进门建厨房 人们非常疲惫 厨房的火气伴随着气场的流动 进入人体内会使人心烦气躁 容易和恋人发生矛盾 造五行属火 很多开放式的厨房 开门建造 家人往往脾气大 口舌较多 所以在屋宅风水布局中 尽量不要一进门就能见到灶台 而且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开门之后会造成室内外气压突然变化 灶炉上的火容易受到影响 而容易酿成火灾 五 进门建冰箱 冰箱是一家的凉库所在 开门建造 等于是凉仓的大门冲外 每开一次就会流失一些财富 这样的风水布局 当然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如果能避免 还是要尽量地避免 六 进门建镜子 镜子在风水中是反气挡煞的 所以在摆设中要特别注意 不要正被入气口或者人 如果直对大门放置镜子 不但容易吓到自己 而且很可能把引入屋宅的好的气场反射出去 比如将裁气反射出去 使屋宅不聚气 所以在屋宅布局中 如果希望放一个穿衣镜 建议尽量放在侧面而不要直对 七 进门建楼梯 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楼梯 进门建楼梯会导致入宅的气场 不然会流通到整个屋宅 造成宅气的下降 直观地说 进门建楼梯 小孩难养 且不听话 而且败财 如果真遇到这种格局 真的要尽量重新改造了 八 进门建凶器 除了专门开光的 用来挡煞的斧 桃木剑等 任何力气都不要直接对着大门口 这样家人进出房门之事 必然会受到煞气所伤 得不偿失 即便是厨房的菜刀也要收好 九 进门建卧室 进门不能建卧室门 有隐私暴露的可能性 入门三不建原则 一 开门建造 阳宅集成云 开门建造 钱财多好 即入门建到灶 火气冲天 令财气无法进入 二 开门建侧 一进大门就建到厕所 则犹如晦气迎人 这里有个燕子石楚的典故 春秋时 齐王大夫燕平仲 奉命出使楚国 楚王啊 看他个头矮小 存心要戏弄他 下令 不让他从高大的城门通行 而在旁门挖了个狗洞 让他进入 结果 极具智慧的燕子 见状就说 如果我是到人国访问 那就请让我走人的 如果我是到狗国访问 那我就走狗洞 搞得楚王十分难看 进门建侧就同此理 三 开门建镜 镜子会将财气反射出去 如果不是大门直队 冲着污秽之物的 则不宜正对大门 进门建什么不好 如何化解 一 进门建花瓶 从风水学来说 进门建花瓶相当不好 但这偏偏啊 又放在很多的家居摆设中 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以为在开门正对的方向 摆一个花瓶 会显得高雅脱俗些 事实上 从家居风水学来说 会影响夫妻感情 以及桃花孕 比如婚姻中容易有第三者 比如未婚的男或女 感情迟迟没有着落 有时也和这些有关 解决之法 花瓶上别空着 可以插上一些真花 或一些植物 另外的方法 就是一到一些 进门建不着的地方或角落里 则自然没有影响了 2. 进门建屏风 对于进门建屏风或者玄关的情况来说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 因如今城市里面 很多时候 大门和阳台相对 所以很多人喜欢在门处 加上屏风或玄关 关于这点 如果大门朝东北 朝南 朝西北的原则上 开门时不能够加屏风或玄关 这样会影响财运 以及工作的一些晋升原则 解决之法 最好将屏风撤掉 如果已固定好 则要在屏风的前面 及大门的附近 加一个鱼缸 原则上 不太主张 在家门口放屏风或者玄关 通常都必大于力 3. 进门建墙上挂有剑或者刀具 关于这点 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好 因为剑和刀具都属于煞气颇重的摆设 普通百姓家庭不适合摆放 除非家里边有人从事 政法、军人、警察、消防等工作的人 才适合 除此之外 别人进门建到这些摆设 都非常不好 进门建凶器容易引起 口舌、争执、纠缠、是非 甚至 官司、头痛等现象 严重的还会引起身体问题、动手术等事 建议最好是拿掉或挂在书房上 如果实在喜欢挂 最好在剑或者刀具上 绑一条红布 则自然可以制服化解 4. 进门建阳台 在现代城市建筑中 很多家居都存在着进门建阳台 或门和阳台相通的情况 这通常对财运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财运好 但用钱的地方也多 意思是财来财去 存不住钱 建议可适当地在阳台种一种植物 或客厅的沙发做七字型或L型摆设 则这个问题自然解决 5. 进门建厕所门 进门建厕所这种情况 在大户型的家居风水中经常会遇到 有以下不好的影响 比如工作上好事多模 多组织 而且工作事业上容易有小人是非 身体上来说 容易有肠胃或妇科上的毛病 建议可在洗手间的门前挂一个帘子 或者在洗手间的门上贴一副山水画 这些都可以减轻或者化解 6. 进门建冰箱 生活中 冰箱一般适合摆放在角落位置上 如果进门建冰箱 说明平时做事 感情 财运都颇费周折 很多事情要更加加倍的努力 或者付出才会成功 就是要比别人更加的吃力 事情才能够圆满地解决 建议用一块布将冰箱盖起来 但尽量不要用红布 用一些素色类的布都可以 7. 进门建洗衣机 进门建洗衣机的情况 生活中不算太多 但一旦遇到 绝不能够受到轻视 因为这会令你的财运如水般流走 不但存不到钱 往往还会花未来的钱 甚至是欠债 并且家里经常有人会出差 或工作上经常要加班等 建议在洗衣机前面 加一些东西挡一挡 比如说一个小柜子 甚至一些植物等 都可以化解这些情况 8. 进门建镜子 有人喜欢在开门正对的地方 挂上一面镜子 方便出入时照一照着装 这个摆放也相当不好 容易引起女性 头晕 头痛 失眠等现象 建议拿开 至少平时不用的时候 要将镜子藏起来 或者用布盖起来 生活中啊 总有一些禁忌被我们忽略 而我们却常常因为这些禁忌影响 因此 如果你平时在家居布置前 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或者多结合风水学 做适当的调整和摆放 则对于你的运气 健康 财运 都会有莫大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